如何超度过世的亲人 超度有两种 一种是将过世的亲人超度到人天善道 暂时摆脱三恶道的痛苦 另一种是超度亲人往生到极乐世界 永托轮回之苦 很多学佛人在超度亲人的时候 会选择诵地葬经等大成经咒 因为经文里面明确说了 为亲人诵经诵咒 是可以将亲人超度到人天善道的 但是如果想要将亲人彻底超离六道轮回的话 诵地葬经或其余经咒佛名的功德就不够了 必须要为亲人念阿弥陀佛才行 就具体操作来说 可以到寺院请法师 做一场念佛超度法会 但最好是能由家属亲自念佛超度 因为家属间缘分深 感应力更强 超度效果会更好 在念佛超度的过程中 可以为亲人做一些简单的开示 劝他们一起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亲人过世未满49天 是有很大的机会 直接超度到极乐世界的 假如亲人已经轮回转世 为他们念佛超度 也能使他们在新一期生命里 得到佛法的加持 能够消除业障 增长善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